刘德华多年以来一直都忙碌于自己的事业 加上粉丝无数 所以他还没有时间把结婚这个人生大事 搬上一城一拖再拖 让年过不惑的他始终在公众面前的保持 那种非常之健康的形象 而且都是孤家寡人的姿态 哪怕身边一直都传出说有默默追随他的朱力倩 但是刘德华本人应该都是没有公开的承认过 感情方面呢可以说是扑朔迷离 因为他总在回避这个问题 其实我觉得呀一直关注他的粉丝 未必真的会因为他结婚生子 而放弃对他支持和喜爱 所以呢刘天王也不用太多的顾虑了 勇敢的去追求自己的幸福吧 那因为不要因为这个事业而放弃了人生的大事 要知道作为好男人好丈夫好父亲有的责任 就是要让老婆曝光对不对 好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钻石光棍型的排行榜 大众星情人型的刘德华 接下来还有猜下来是谁 接下来是新爷周星驰 那周星驰呢经常有时候很搞怪的形象 很深沉的形象 有时候很忧伤 有时候很欢喜 很多变的形象 其实我们真的不知道 哪个才是真实现实世界当中的周星驰 在长江7号当中呢 我们就看到了周星驰 原来也会专心支持做一个称职的好爸爸 那他的爱心呢也是对于孩子 非常非常的专注和呵护 我们也看到说他有这一面 其实在现实世界当中 周星驰呢总是把每段恋情 当成不能说的秘密一样 他也很少对于媒体去坦言自己的感情世界 其实呢事业的成功已经是他囊中之物了 干脆要不趁着人生得意之时 赶快结婚生子 做一个真正的老爸 比在荧幕上过瘾要这个有趣的多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今天的多面情人型 算是光棍排行榜的独行 中心时尚榜 好接下来 接下来的这一位是我们所有的凤凰女同事 一起投票选出来的 那就是优雅华丽绅士 都不知道讲出什么样的文字来描述 这种天生为女人定做的男人 在上个世纪90年代 在台湾出生 一直到日本才找到了自己艺术生涯的发展轨迹 也让全亚洲的观众为之疯狂 这就是金城武 那最近几年来呢 金城武也是把自己的事业中心 从日本转向内地 先后揭拍了不少中国名导的大制作 电影上热辣上映的他呢 其实大家都会从电影上大萤幕上看他那种很华丽的外表下 深藏的内涵 俊朗的外表下面呢 也有一些情感一点点的表露出来 让人觉得说他到底喜欢什么样子的人 他的感情世界是怎么样子的呢 同样是深不可测 他是为女人而生的 所以我们今天呢也选择他 当我们钻石光棍排行榜的深邃情人型上榜 你看眼神多深邃 内涵